就怕来不及疏散 暴雨中搜救人员拉着冲气艇奋力往前拖 暴雨导致景州葫芦岛等地 三线二十四个乡镇街道发生洪涝灾害 余千人受灾 截至二十三号六十 全省供给转移近五千六百人 不止辽宁杭州富洋区瞬间降雨量高达两百毫米 山洪爆发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家园一片断圆残壁 车子成为废铁 地球另一端台风般的场景 罕见出现在柏林 路数被吹断 餐厅座椅倒成一片 气候变迁冲击整个欧洲 闪电不断照亮夜空 远方还有雷声隆隆 狂风暴雨突袭 意大利北部猛闸米兰一带 汽车冒险前行 惊险躲过被墙风卷起的铁皮 与南部极端高温与野火 形成强烈对比 希腊野火烧不尽 两万多人被迫疏离 热浪源头的北非也难逃驻容 在阿尔及利亚造成15人死亡 我们只是冲击 我们只是冲击 极端气候席卷全球 欧亚美非无一幸免 人类生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还要当权者积极应对 3D新闻网上云报道